李鑫為什麼會墜落 我比任何人都想知道 李鑫這麼相信 昔日並肩作戰的同黨同志 竟然可以翻臉不認人 對李鑫和我進行了長達四年的政治會場 我覺得李鑫就是被他們設計圈套害死的 我現在要讓你們來看看羅書雷是如何變造證物 他怎麼把這個當票變成一個無效的假當票 原來當票是這樣子 他把它變成這樣子 所以差別就是說判決書說這個當票沒有下連 沒有郭新正的暗暗指紋 沒有郭新正的身份證字號 所以才會變成一個無效的當票 所以無效他就說代表這個當票是假的 他們在媒體上一直說是我們偽造的假當票 但事實上變造當票的人是他 實際的當票是長這個樣子 因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